你好 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一本管理学领域的书 书名叫授权 副标题是如何激发权援领导力 这本书的内容很特别 本书作者并不是一位企业高管或商业领袖 而是一名前任海军上将叫大卫马凯特 书中的故事也不是发生在某一家公司里 而是发生在大卫马凯特指挥的一艘 美国海军核潜艇中叫圣塔飞号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和一个海军指挥官 学习企业管理呢 马凯特到底做了什么呢 故事还得从他临危受命 担任这艘潜艇的指挥官开始说起 在一般人看来 担任指挥官可是个好差事 但是对于马凯特而言 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遭遇的最大挑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马凯特需要在六个月的时间里 把一个在美国海军界被当作反面教材的核潜艇 打造成一艘能与航母战斗群 共同出海执行任务的作战潜艇 而且按照他的计划 他甚至希望这个潜艇中的135位成员 都可以独当一面 成为一个领导者 可想而知 这个任务的难度之高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首先客观来看 这个核潜艇无论是在技术上 管理上还是士兵的情绪方面都处于最糟糕的级别 糟糕到什么程度呢 圣塔飞号经常不能按时出海执行任务 而且在美国潜艇史上 继续服役人数是最少的 比如1998年 在135名船员中 只有三个人同意延长服役期限 剩下的人都不愿意待在那里 其次 圣塔飞号是一支海军部队 不是一家公司 这就意味着 这是一个有着自上而下严格军纪的组织 管理模式很简单 就是上级发布指令 下级负责执行 在军队中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所以想要在军队中实行改革 受到的阻力要远远大于一家公司 不论是让上级愿意更多的放权 改变命令的方式 或者是让下级独当一面 而不只是执行命令 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再来 显然这样做的风险太高了 没有人愿意冒险 一旦创新失败 这就意味着很有可能 作者会直接结束自己在军队中的职业生涯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六个月后 由马凯特指挥的圣塔飞号 核潜艇成功完成了任务 整艘核潜艇不仅从最糟糕的级别 提前获得了作战调用资格 而且中间没有开除过任何一名船员 最夸张的是 在马凯特离开之后的十年内 圣塔飞号获得了很多荣誉 不断有船员和长官获得晋升 要知道 这对于一个组织的管理成就来说 是极其可贵的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 史蒂芬科维甚至还专门要求到这艘潜艇上看看 这里发生了什么 拜访结束后 科维称赞马凯特实行的领导模式 是自己见过的最好的领导模式 还把这个案例写进了他的高效能人士的第八个习惯 这本书中 那么马凯特做对了什么 能够让整个核潜艇部队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 关键就在于 他创立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叫领导者领导者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 马凯特并不认可一家公司的成功 或者一个组织的快速发展 都是一个英雄式的领导者 后面跟着一大帮追随着 也就是传统的领导者追随者模式 在马凯特看来 每个人天生自带领导力 你注意啊 他之所以敢说出这个话 还真不是吹牛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有专家就评价说 如果关于这种新型领导力的模式 能落实在一艘核潜艇上 它也可以落实在其他任何地方 在这本书中 你不仅能看到组织转型 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碍和困难 也能看到马凯特 都是如何一一解决的 他把很多关于领导力的大原则 都融进了具体的方法里 可以说 马凯特的领导模式 真正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所以 无论你是一位公司的管理者 还是一位追求上进的员工 又或者是一位正在范畴 孩子教育的家长老师 也许你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启发 接下来 我就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我们来说说 马凯特为什么要提出领导者领导者模式 他跟传统的管理模式到底有什么区别 上任初期 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 马凯特到底是怎么行动的 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弄清楚 能让这个管理模式真正落地的两根支柱 分别是什么 马凯特是怎样让那些士兵发生转变的 其实要想真正理解 为什么马凯特会提出一种管理模式 叫领导者领导者模式 首先我们得先知道 现在大多数组织通用的管理模式 都是一种领导者追随者模式 前面我们也说过 最典型的表现 就是一个领导者后面跟着一大帮追随者 领导者做决策 下属指管去做就好 整个组织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氛围 马凯特在书中提到 他在美国海军服役时 受到的培训中 对领导力的解释 就是一种控制和支配他人的权利 这样一来 世界上的人就被分成了对立的两种 有权利的和没权利的人 也就是领导者和追随者 这种模式当然是有好处的 首先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效率最高 不需要那么多人做决策 领导拍板 底下的人埋头干活 出力就行 所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种模式也能够最大限度的掠夺人们的体力劳动 尤其是在农耕和工业化时代 其次 如果你专注于评估这个组织的短期表现 这种模式确实有效 比如说 马凯特之前作为工程部长官的时候 就观察过一位指挥官的形式风格 马凯特发现他无处不在 一会儿再轮机舱 一会儿回到控制室 一会儿又到声纳室 不到一天 整个人都精疲力竭 更可怕的是 在他观摩的这三天中 他甚至不确定这位指挥官是否睡过觉 最后 这艘核舰艇 也因为指挥官的命令到位 完成了巡查任务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 马凯特却很焦虑 因为只有他意识到 这相当于一位指挥官 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些琐事上 下面的船员确实省事了 但是只要这位指挥官离开之后 整艘潜艇就会处于全面停摆的状态 一设想一下 如果一个系统的运行过度依赖一个人的能力 怎么可能实时保证不犯错呢 只要这个人出现任何一个小的失误 对于整个系统来说 风险都是巨大的 但是奇怪的是 很多人不但看不到这种风险 反而会认为 这不是更能证明 这个指挥官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吗 要不然怎么他在任的时候是好好的 一走了 整个团队就表现不好了呢 但是并没有人真正想过 反过来看 也有可能是这位领导者在任时 没有真正培养出员工独立思考的能力 要知道 带着团队打了一次胜仗 和让这个团队里人人都能打胜仗 完全是两码事 这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你专注于评估这个组织的短期表现 是有效的 长期表现就完全不行了 再来 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非常符合人性 一旦拥有权利 人人都希望别人按照自己说的来做 也叫控制欲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家长对着孩子大吼大叫 管这管那 希望孩子听话 就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时间一长 偏弱势的群体 或者处于下层的员工 就会出现一种诱导式麻木 什么意思呢 我不用动脑筋了 也不用做决定了 甚至也没有什么负责的必要性了 别人说什么 我照做就行 所以 有些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一旦离开父母的强势管控 上大学后 就会开始迷茫 甚至是堕落 这种现象 让马凯特感受的最直观的一次是 他还没有正式任命指挥官之前 有一次 他拿着手电筒在甲板上闲逛 碰到几个船员 马凯特就找他们聊天 你好 你在潜艇上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呢 船员的回答也很简单 就七个字 他们吩咐 我照办 马凯特之后就观察到 这七个字体现的 可不是这位船员说话耿直 而是充斥在整个潜艇上的工作方式 马凯特说 船员们关闭了自己的大脑 就像闲置在纺织厂的机器 永远在等待别人的指令 所以 领导者追随者模式 充其量 只是一个简单高效的模式 它无法激发出每个人的潜力 更不适用于当前变化莫测的商业环境 相比之下 领导者 领导者模式 才是一种更好的 可持续的管理模式 就像史蒂芬科维在序言里说的一样 领导力是一种释放人类材质和潜能的艺术 你也许可以通过金钱 职位 权力 或胁迫 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获取某人的支持 但是 如果要让一个人发自内心的 愿意为组织贡献材质 激情 忠诚 和拼搏精神 外在的权力并不能起根本作用 只有高超的领导力 才能真正激发和释放人的材质和情感力量 而马凯特提出的领导者领导者模式 正是基于这种 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平等尊重的相处之道 它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出每个人的才能 但是 想要真正实施这样的模式 谈何容易 不论对管理者 还是对团队成员 这个过程都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 那么 马凯特该从哪儿入手呢 一般 新上任的领导者 刚开始都会选择 发表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 提振提振士气 但是马凯特还真不一样 他从最开始给自己设定的角色 并不是一位指挥官 而是一位具有科学精神的观察者 他现在最迫切的事 就是要找到一个切入点 打破自上而下的决策权体系 让人们最起码能够感受到 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些掌控感 而不是唯命适从 所以 一个系统的决策权 必须要从一个指挥官手上向下移动到掌握最新情报的人身边 这才是自下而上的领导哲学 可以说 下放决策权是通往领导者领导者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桥梁 为此马凯特在书中也列举了很多具体的方法 比如优化工作流程 取消一些无谓的监管体系 改变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方式等等 在这里 我为你先挑选了两个在初始阶段很有代表性的方法 剩下的一些方法 我们会结合第二部分的落地环节 再详细说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 所以 马凯特前期对船员们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后 选择从中层管理者 船上的一大批军事长身上入手 而这背后 当然也是很有门道的 马凯特思考 如果从最上层的管理角色 比如副指挥官 潜艇警卫长和部门长官开始改变的话 这就意味着我们明明想实行的是自下而上的领导哲学 使用的方法却是自上而下的 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 更何况 这样的改变就只能涉及六个人 底下的人该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 那我们能不能选择从最低级别的士兵开始改变呢 也不好 为什么呢 一来 这些士兵长时间习惯服从命令 可能还需要补补领导力的课 二来 他们和最上层的领导者之间距离很远 如果没有获得指挥系统的支持 某个个体的贸然改变 肯定会受到组织的质疑 于是 马凯特决定把切入点放在了中层管理者 军事长身上 要知道 长期以来 在海军系统中 军事长们的决策权被严重削弱 比如最小的一件事 底下的士兵要请假申请外出 军事长是没有权利就批复同意的 需要经过14步请假流程 好多位不同级别的长官签字 可能已经到了士兵请假外出的那天 系统里流程还没走完 这是很不合理的 马凯特找来所有的军事长就问他们 你们认为在座的各位是圣塔菲号的中间力量吗 大家不假思索的回答 是的 当然 马凯特又问了一遍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出现迟疑 也许吧 紧接着马凯特就问 那大家想尝试改变吗 通过这种方式 马凯特试图和他们确认 这些军事长是否做好了主动承担责任的觉悟 大家可以开诚布公的进行讨论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军事长们要对自己下属的表现负起责任 参与到大部分事务的运行中 包括处理请假外出这样的事 在很多文书中 他们都附上了军事长亲自负责这一条 你肯定能想象到 有一些军事长对于自己将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内心是排斥的 但是这都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 让一些决策权回归到本该掌握他的人身边 才是最重要的事 在企业管理中 尤其是这样 中层管理者们应当是被持续给予重视的一群人 好 确定了决策权的所属人之后 马凯特下放决策权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 改变上下棋之间的沟通方式 有一次 拳前艇上的士兵都在紧张的准备工程演练 演练进行的很顺利 马凯特决定给他们增加些难度 于是他和高级长官比尔就建议 把电力推进装置的转速由三分之一提升到三分之二 这样一来 故障排除人员就需要加快速度解决故障 长官比尔下令加速到三分之二 没有任何人说话 尴尬的气氛持续了几秒 掌舵人员本来应该执行这个指令 但他在座位上什么都没做 显得局促不安 马凯特敏锐的察觉到了掌舵人员的紧张状态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告诉马凯特 指挥官电力推进装置上没有三分之二转速 这和马凯特之前服役过的潜艇装置不同 看来马凯特发布了错误命令 他表扬了掌舵人员后 找来了长官比尔 问 你知道这个电力装置上没有三分之二转速吗 比尔回答 是的 指挥官 我知道 这就奇怪了 马凯特继续问 那你为什么还要下达这样的命令呢 长官比尔也很诚实 他说 因为您命令我这样做 我以为您掌握了一些我们不知晓的军事机密 这件事给马凯特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原来他又把船员们带回到了自上而下 命令和掌控的管理模式中 之后 为了避免直接下命令 马凯特决定让长官们主动用 我计划怎样怎样 再加上一句解释来陈述自己的想法 而他则会回复非常好 表示同意之行 注意啊 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么一个沟通方式的转变 虽然听上去有点像是在用语言技巧 但是通过这样简单的一个沟通方式的转变 实际上 马凯特是在启发这些长官 从一个被动追随者的角色转变为主动领导者 不过这里面的难点当然是 每一天都坚持这种更开明的讨论方式是很辛苦的 马凯特需要经常压抑住自己想要发布命令的冲动 尤其是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 马凯特说 有一次眼看事情快要搞砸的时候 他真的非常想大声下达命令 但他只能盯着自己的鞋子喃喃自语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必须找到另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攻击的好时机 我也需要潜艇上的每个人去思考 结果等了几秒后 他的等待得到了回报 开始有人提出解决方案 马凯特知道 很多时候这些长官的经验 已经能够给出大部分问题的答案了 他们只是不愿意说出来 有时候哪怕你等待几秒也是值得的 因为自上而下的模式的顽疾 是很难从根本上打破的 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 只要一不留审 很可能之前做的努力都会白费 所以现阶段他们要做的就是 坚持使用 我计划加一句解释 以及非常好的这种沟通方式 马凯特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后进行授权 而这些长官当然也会希望得到积极的肯定 尽可能展现自己完整的思维过程 和对计划的可行性分析 你发现没 确定组织中的关键人物 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沟通方式 其实是管理中最容易看到效果的两个方法 这样一来作为管理者你会更倾向于提醒自己 少发布指令多给予反馈 而作为员工你也会在对话中学会如何提前一步思考 高层决策者的视角是什么样的 我怎么给上级解释更有说服力 但是真正有管理经验的人都知道 仅仅靠下放决策权是不足以激发出每个人的领导力的 只能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想要真正实行领导者领导者模式 还需要两根稳固的支柱 第一提高每个人的能力 第二确保组织中每个人都知道前进的方向 我们一个个来说 第一根支柱是提高每个人的能力 也就是说在尝试下放决策权时 你需要确保这个人是有能力做好决策的 有能力团队才能踏踏实实走好脚下的路 否则光有决策权能力无法匹配 哪怕作为管理者你想要授权 也会对这种模式感到失望 然后又回到算了你看他还是不行吧 还是得我来指挥的这种怪圈说 马凯特认为很多管理者不是不想放权 而是尝试放权了之后效果不好 他们就会认为授权这个方式是不对的 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 是后续的措施没有跟上 导致权力和才能这两者出现了错配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员工的能力 马凯特在书中给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今天我们重点讲两个比较特别的建议 第一主动拥抱外部检查人员 什么意思呢 在圣塔飞号潜艇上 马凯特提倡要把每一次训练或者犯错 都当成一次学习机会 所以船员们的学习对象 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身边的人或长官们 甚至还包括这个组织的监管者 马凯特发现 以往面对外部检查 所有船员既紧张又焦虑 而自己当然也会出于人性本能 想要保护偏袒整个团队 认为这些检查机构有点像是专门来打乱潜艇的日常工作安排的 事实上 这也符合大多数企业在面对检查时的状态 但是马凯特后来意识到 显然这种状态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将会错失很多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马凯特发现 不论检查结果是好还是坏 每一次被检查出错误后发起的事故研讨会 其实都是船员们能力提升最显著的机会 因为如果他们在某些领域的工作方式非常新颖 就会把这些检查人员看作拥护者 并分享这些好的做法 如果他们在某些领域的工作方式非常糟糕 需要帮助 他们就会把检查人员看作获取相关信息和解决方案的有利渠道 所以马凯特希望通过主动拥抱检查人员直面问题的这种做法 在圣塔菲号上形成一种敏而好学不齿下问的风气 而不是汇集记忆 第二 想要提升每个人的能力 要设定好目标 而不是做法 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 其实最早是因为马凯特还是个士兵时 他就发现 当上级交代清楚一件事的目标 而不是规定好一步步明确做法时 自己的表现最好 而一旦规定了做法 整件事的解决方案 就有可能因为受到流程限制 导致变形 最典型的例子是 有一次圣塔菲号正在进行火灾演练 最佳的救火时机是火灾发生后的两分钟内 所以船员们需要在两分钟内 赶紧拿到消防软管扑灭大火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火灾警报响起后 许多靠近消防软管的船员们只顾着往外跑 而负责消防工作的当天值班船员们 却拿不到那些软管 因为这些往外跑的人 堵住了他们往里进去救火的通道 马凯特不理解 为什么这些靠近消防软管的船员不能直接灭火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灭火的紧急性吗 结果调研之后才发现 并不是 原来是工作流程中规定 当日值班人员才是应急消防人员可以灭火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马凯特说 我们的真正目标是尽快灭火 但是这些工作流程却束缚了人们的做法 让他们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 偏离了真正目标 事实上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在提醒管理者需要排查自己的组织中是否存在这样限制员工作法的流程规定 我们要设定目标 而不是具体的做法 只有这样团队成员的潜力才有可能不受束缚 真正被激发出来 好 到这我们刚刚说的方法还是围绕如何提高人们能力 这第一根支柱 达成领导者领导者模式 还需要第二根支柱是确保组织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前进的方向 因为长远来看 光有能力只能走好脚下的路 有了方向 大家才能看清未来的路 那么该如何确保每个人都知道组织的方向呢 马凯特在书中建议 作为管理者千万不能指望自己强调了几遍 大家就能理解 更真实的情况是 人们从情感上支持你 希望改变 追求卓越 但是却从行动上展现的还是 只要我做完本职工作 不犯错就行 这样当然没有人愿意追求更高的目标 因为我每多做一些 就意味着出错的概率可能更高一些 所以马凯特说 你需要时时说 天天说 一有机会就要说 不断重复 我们的方向是追求卓越 而不是避免犯错 我们认可每个人都具备领导力 当然 除了不间断的重复这个信息 马凯特还做了更多 比如最基本的 他会鼓励船员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质疑领导的决定 比如 他会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员工的晋升计划上 而不是日常的杂事中 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船员通过海军系统中的竞争上岗考试 马凯特专门针对船员们的薄弱环节设立了培训计划和模拟考试制度 他向船员们反复灌输的一个观念是 你可以获得晋升 因为我们会帮助你 而且不局限于关注船员的个人发展 马凯特甚至关心他们的家人 有一次 在圣塔飞号潜艇处于工作繁忙 不允许有任何人事变动的特殊时刻 马凯特还会为了 比如某位船员的父亲生病了 或者妻子要生小孩 需要请假这样的事 不断的向总司令争取机会 并妥善安排组织上的人员变动 马凯特说 如果我们不能让他们相信 我正在为他们谋福利 当我叫他们努力工作时 那将会更加艰难 当下最起码 他能确保在圣塔飞号上 不会出现指挥官和船员 方向对立的情况 再比如 马凯特会在每次船员 取得优秀表现后及时认可 对他表达感谢并颁发奖章 以往因为行政程序 颁发奖章的工作 一般都是在船员离职前三个月 才会陆续进行 并且奖章数量是有限的 在马凯特看来 这种做法不但让船员不知道组织上赞赏什么行为 甚至还有可能造成内卷 因为船员们很有可能 因为要争夺有限的奖章 而把队员当成竞争对手 这个问题值得引起企业管理者的重视 因为有些企业不仅做不到及时认可 还会设置数量有限的绩效表彰 领导者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做法 实际上会分离团队内部的力量 造成内卷 我们的方向是要让整个组织中的人都成为协作者 共同对抗外界挑战 一起前进 所以马凯特建议管理者 用及时性认可去强化你所期望的行为 设置没有数量限制的优秀绩效奖励 才能确保让每个人变得更好 整个组织发展得更好 好 到这儿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在这本书中 马凯特认为 每个人天生就自带领导力 想要达成领导者领导者管理模式 一个重要桥梁是要下放决策权 能让这个模式真正落地的两根支柱 分别是提高每个人的能力 和确保组织中 每个人都知道前进的方向 圣塔菲号的巨大转变 也证明了马凯特的 这套管理模式的先进性 我们前面说过 在他卸任后的十年内 圣塔菲号潜艇 依旧保持着优良的操作水平 和很高的成员晋升率 这才是衡量一个领导者 领导水平高低的最好证明 可以说 马凯特提出的领导模式 是留给海军组织中的所有人 甚至是管理领域中 一笔宝贵的财富 最后 马凯特在书中提醒我们 作为管理者 或者是哪怕拥有一丁点权力的人 你都要警惕的两大陷阱是 紧抓控制权和吸引追随者 说白了 当你发现自己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 信不过别人 或者你身边人总是认可你的看法 都按你说的来就要当心了 真正的伯乐 并不在意他能否找到千里马 他在意的是如何激发出眼下这匹马的力量 让他成为千里马 甚至是下一个伯乐 如果你能够抵抗住这些诱惑 从心底里认可他人的知识和能力 你将获得一种更高级的领导力 一种人与人相处的永恒之道 好 这本大卫马凯特的授权 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